欢迎你收看安琪TV 也欢迎你收看十架的火焰系列 当你看这个频道的时候 愿神赐福给你 我们正在研读的一个课题就是尾身 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里头 尾身是非常重要的 无论你处于社会的哪一个阶层 你都会尾身于某一些事物 如果我们想进行生活、商业、教育或家庭 要是我们在工作上、家庭上、社会里头 要有所进步的话 我们都必须有所尾身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课题就是 如何维持我们的尾身 第一样要维持我们的尾身就是 借着悔改 悔改的意思就是我们认错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假设所做的事情 样样都对 当然我们更不可以把错事搁在一边 当神对我们的心说话的时候 我们就得悔改 然后做回正确的事情 在诗诗纪第十章、第十节和十六节 then the sons of Israel cried out to the Lord saying, we have sinned against you for indeed we have forsaken our God and served Baal 诗诗纪十章十节 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 我们得罪了你 因为离弃了我们神 去侍奉巴利 then in verse 16 they put away their foreign gods from among them and served the Lord and he would bear the misery of Israel no longer 接着十章十六节 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 侍奉耶和华 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 就心中担忧 by the sons of Israel began to cry out to God they repented and turned away from idol worship 从这里我们看到属于神的以色列民 他们向神呼求 然后他们悔改 就离弃了他们所敬拜的外邦神 而回转到神的面前来 当我们借着神的话 以及圣灵的感动 而悔改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又能够再一次的 全心全意地 委身于主耶稣基督 第二方面如何维持我们的尾声呢 就是要借着神的话语 我们需要阴勤地去读神的话 还有研究神的话 尼西米纪第九章二到三节 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 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 那日的四分之一 站在自己的地方 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 有四分之一认罪 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呢 读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借着神的话 就能够让我们看到 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 正如大卫在诗篇第一篇第二和第三节所说的 诗篇第一篇第二和第三节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暗时接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当我们把神的话 深藏在心中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保持我们对神的尾身 这个原则其实是很简单的 可是很多信徒呢 都觉得难以去遵守 我们必须要有纪律 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维持 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尾身 第三方面呢 我们可以借着祷告 来维持我们对神的尾身 祷告的时间呢 其实就是我们与神联系的时刻 如果你要继续地保持对神的尾身 那么你必须要常常地祷告 并不是一种宗教仪式上的祷告 而是呢带着忠诚 坦诚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我们来看一看 所罗门如何借着祷告 寻求神的心意 历代志下第七章 第一和第二节 历代志下七章第一和第二节 所罗门祈祷祷以弊 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尽凡祭和别的祭 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电 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电 所以祭司不能静电 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 当所罗门王祷祷告完毕之后呢 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在但以礼的生命中 我们也看到他常常祷告 但以礼的祷告呢 让他能够倚靠神 但以礼书第六章第十节 但以礼书第六章十节 但以礼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 就到自己家里 他楼上的窗户 开向耶路撒冷 一日三次 双膝跪在他神面前 祷告感谢与肃长一样 这里所提到的禁令呢 就是王禁止人敬拜神 和向神祷告 可是我们看到呢 但以礼好像肃长一样的 仍然向着他所信的神 在那边祷告 我们在这里看到 但以礼如何的尾身于祷告 让我们也向他学习 一样的把我们的生命 尾身于祷告生活 第四方面 我们如何维持对神的尾身呢 就是借着赞美和敬拜 从亚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的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深深明白 赞美神和敬拜神的重要性 圣经在创世纪26章25节记载 我们也要看一看 约书亚的生命 约书亚记第八章三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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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 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住一座坛 在这里我们看到 约书亚如何保持 他对神的尾身呢 就是为耶和华神 住一座坛 好让他在那边 能够敬拜神和向神祷告 接着要看的是 历代至上二十九章第十节 所以大卫在慧众面前 称颂耶和华说 耶和华我们的父 以色列的神 是应当称颂 直到永永远远的 如果我们要维持 对神的尾身呢 就得借着赞美神 和敬拜神来做到 并不一定要回到 神的圣殿 或者是教堂里头 才能够敬拜神 其实在我们的家里头 就能够敬拜神了 第五方面 要维持我们对神的尾身 就得被圣灵充满 我们看到摩西的生命 约书亚的生命 以及以色列的领袖的生命呢 他们都是被圣灵充满的 每一天我们都要向神求说 主啊 求祢用圣灵来充满我们 求祢的同在 与我们同在 在生命纪三十四章第九节 生命纪三十四章第九节 嫩的儿子约书亚 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 就被智慧的灵充满 以色列人便听从他 照着耶和华吩咐 摩西的行了 我们也看到 使徒保罗写给以色所教会的书信 以色所书第五章十八和十九节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那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 颂词 灵歌 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能够向神求说 主啊 求祢用祢的灵来充满我 用祢的灵来充满我 第六方面 我们如何维持对神的尾声呢 就是借着和信徒之间的团契相交 当基督徒之间彼此团契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彼此坚固 而且呢 也能够兼顾我们在神面前的尾声 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 西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道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当信徒之间彼此的聚会 这时候呢 我们也能够彼此的 来鼓励我们在神面前的尾声 第七方面 我们要保持自己对神的尾声 就不能够和那些不信的人同负一恶 当然 我们可以有很多 还没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朋友 但是我们不能够随从 他们的价值观和原则 应该是我们对他们造成影响 而不是让他们来影响我们 今天的危机就是 有很多的基督徒被不信的人所影响 而不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 去影响世界上这些 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 我们来看 尼西米纪第十章二十八节 Now the rest of the people the priests and the Levites the gatekeepers, the singers, the temple servants and all those who had separated themselves from the people of the land to the law of God their wives, their sons and their daughters all those who have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尼西米纪第十章二十八节 其余的民,祭司,立位仁,守门的 歌唱的尼提宁 和一切离觉灵邦居民 归服神律法的 并他们的妻子,儿女 凡有知识能明白的 And these are the people in the time of Nihimai separate themselves from the people and begin to focus on the Lord 那这一般人呢就是在尼西米时代的人 他们将自己分别出来 就是和一般的人 世俗的人分别出来 好让他们能够专心地跟随神 Number eight 第八方面 Maintaining our commitment is to correction and discipline 借着纪律和被改正呢 我们能够维持对神的尾身 Correction and discipline bring us back to the right path We have committed to the Lord 纪律和被改过呢 能够让我们重新地回到尾身的这条道路上 There are times in our life when we are walked away from the Lord Or when we are not committed God will discipline us So that we will go back to this path That God has laid before us 那有时候呢 我们在生命的当中会走岔路了 或者呢是走到一半的时候没有尾身 这个时候呢 神会借着一切的方法把我们带回到正路上 Just as the Hebrew writers say in Hebrews chapter 12 verse 7 to 11 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七到十一节所写的 It is for discipline that you endure God deals with you as with sons For what son is there whom his father does not discipline But if you are without discipline or with which you have become partakers Then you are illegitimate children and not sons Furthermore we had earthly fathers to discipline us And we respect them Shall we not much more rather be subject to the father of spirit and life For they discipline us for a short time as seems best to them But he discipline us for our good So that we may share his good holiness All discipline for a moment seems not to be joyful But sorrowful Yet to those who have been trained by it Afterward it yields the peaceful fruit of righteousness 希伯来书十二章七到十一节 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 带你们如同带儿子 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管教原是种子所供受的 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 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 我们尚且敬重他 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 生身的父都是赞随己意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 凡觉得愁苦 后来去为那经练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到 当我们接受管教的时候 千万别说那是神在恨你 其实管教是神在爱你 因为借着管教我们的生命呢 才能够结出义的果子 第九方面 借着我们对神的见证呢 我们可以维持对神的尾声 神常常都命令我们说呢 要对别人来述说他伟大的作为 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所看到的 当这些的门徒被圣灵充满之后 他们后来分散到各处 圣经在《使徒行传》八章四节说 使徒行传八章四节告诉我们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虽然他们受逼迫的时候 分散到各处去 不过他们仍然伪身于神 要把神的福音传扬出去 你要向神祷告 为你敞开一道门 让你能够分享神的话 第十方面 要维持我们对神的尾声 就是要奉献给神 当我们尾声于神的时候 我们愿意把最好的献给神 在马拉基书三章十节 马拉基书三章十节 万君之耶和华说 你们要将当那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仓库 使我家有粮 以此事事我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轻浮于你们 甚至无处可容 这里让我们看到 一个伪身于神的弟兄 或者是姊妹呢 他们总是愿意把自己 所有的来献上给神 第十一方面 Maintaining our commitment to God 借着我们服侍神 来维持我们对神的尾声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挪亚呢 他如何服侍神呢 就是按照神的吩咐 去建方舟 创世纪第六章二十二节 创世纪第六章二十二节 挪亚就这样行 凡神所吩咐的 他都照样行了 从这节经文 我们看到 挪亚对神是非常忠诚的 并且是忠心到底 让我们向神祷告 求祂赐我们力量 让我们能够一直地伪身于祂 如果你在这当中 有任何的欠缺的话 千万不要灰心 反倒是要兴起来 求神赐你力量 能伪身于祂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赐我们力量 赐我们恩典 好让我们能够活一个 为神与你的生命 主啊要是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任何的欠缺的话 求祢的圣灵来兼顾我们 主这个时候我为着每一位观众来祷告 愿他们的生命能够得以坚固 而主耶稣的荣光光照他们 主啊我将他们完全交在祢的手中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我盼望借着这个尾声的课题的教导系列 你得着祝福 要是你在尾声的课题上有任何的欠缺呢 千万不要灰心 要兴起来 我相信当你与主同行的时候 你一定有很多美好的见证 要和我们分享 请你写信告诉我们 我们非常乐意地听您的见证 神赐福于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